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一些宇宙中很奇怪的事情 詹姆斯微博望远镜的新照片显示了一些与我们目前了解不复的现象 这些现象可能表明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事物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现在提醒我们 这些发现可能会挑战甚至颠覆我们对宇宙的现有理解 爱因斯坦曾比喻宇宙像一个正在膨胀的气泡 而我们生活在这个气泡的表面 这就是所谓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而显理论则进一步认为宇宙不仅仅是一个气泡 而是一群气泡像泡泡鱼一样 这也意味着即使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 大爆炸仍在某些地方继续进行 因此宇宙可能是一个充满泡泡的空间 而在大爆炸之前或许已经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存在了 有人可能会问这是大爆炸模型吗 宇宙是否从无到有最后又回到起点 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大爆炸模型 但大爆炸并非一切的开始 我们已经了解了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演变过程 例如第一批恒星星系和黑洞的形成 但大爆炸之前的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 依然是个谜 然而最近的发现似乎揭示了答案 这些发现让科学家们震惊 因为微薄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暗示 在大爆炸之前可能存在一些我们从未考虑过的事物 这也暴露了我们的标准宇宙学模型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发现到底是什么 魏石魔它们让全球的天文学家感到惊讶 1920年代 当科学家们第一次研究遥远的星系时 发现大多数星系正在远离我们 一开始有人猜测地球可能是宇宙的中心 但后来观察到 即便大多数星系在远离我们 有些星系如仙女座星系却在靠近我们 这让科学家感到困惑 但最终他们意识到 星系并不是在穿越空间移动 而是空间本身在膨胀 这种膨胀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点 意味着无论你站在哪里 都会看到星系在远离你 就像每一个点都是宇宙的中心 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并引导我们认识到宇宙的膨胀并非那么简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学家们观察到宇宙的膨胀速度在加快 越远的星系移动得越快 最近的观测显示 97%的可观测星系正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 这怎么可能呢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没有东西能超过光速 答案在于 这些星系并不是通过空间移动 而是空间本身在膨胀 使得我们与这些星系之间的距离增加得比光速还快 科学家们认为 宇宙的膨胀可能是从大爆炸开始的 并且在大爆炸之前 没有空间 时间或我们所知的物质 大爆炸标志着我们宇宙的诞生 也是时间和空间的开始 当我们谈论大爆炸时 通常认为它是宇宙从一个小点爆炸开来 然后扩展成今天充满恒星和星系的广袤空间 根据标准宇宙学模型 这一切大约发生在140亿年前 那时可观测的宇宙都压缩在一个无限小的点上 称为起点 你可能会认为 这个起点是宇宙中的一个小点 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宇宙是无限的 那么它就一直是无限的 大爆炸发生在宇宙的每一处 这意味着 第一批星系并不是在某个特定地区形成的 而是遍布宇宙 甚至超越我们所能观测的范围 大爆炸本身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 比如为石膜宇宙在各个方向上看起来一样 或者魏石膜它如此平坦 膨胀理论认为 在大爆炸之前 宇宙经历了一个极其快速的膨胀阶段 这种膨胀由一种特殊的能量推动 使得空间迅速扩展 在这个过程中 空间中的不规则性被抹平 这就是魏石膜今天宇宙看起来如此平坦 且均匀 膨胀结束后 储存在空间中的能量被释放 引发了宇宙大爆炸 但即使膨胀理论解释了很多问题 它也引发了新的疑问 例如 是什么引发了这种膨胀的开始和结束 驱动它的能量到底是什么 微博望远镜的新发现又引发了更多问题 它观测到宇宙在不同方向上的膨胀速度不一样 这与我们认为宇宙膨胀应该是均匀的想法相悲 这可能意味着 有某种我们尚未了解的力量 影响着宇宙的膨胀 此外 微博望远镜还观测到一些奇怪的天体 它们的特征与现有模型不符 暗示早期宇宙可能存在一些未知的事物 这些发现表明 大爆炸可能不是一切的开始 而是从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东西转变而来 随着科学家们继续研究这些发现 他们越来越认为 我们的理论可能需要重大修正 大爆炸之前可能存在一个我们不曾了解的时期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